大家好,我是Curgo! 來到今天我們會找三個文型 因為三個文型都有點相似 所以我就放在一起 第一個要找的就是 Beku 前面是動詞的詞書形 Sulu的話就是 Subeku 表示這個目的 是為了摩摩、想要摩摩的意思 和為了摩摩是一樣的意思 也是這個形式的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為了令到這個項目成功 參加的成員幾乎是不眠不休的努力的 所以他們是為了成功這個目的 想要成功這個目的 就做了後面不睡覺去努力的這件事 然後下一個文型是 Bekuste 前面也是跟動詞的詞書形 它就表示一種必然性 應該發生的就發生了 摩摩的出現是必然的 但它也是一個比較古老的用的文型 我自己也不太多用 可能要看一些很舊式的日劇 才會看到這個文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它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所以說 彼は練習に練習を重ねてきて かつうべくしてかったのだ 它的獲勝是不斷不斷練習才能得到的 而並不是偶然的 即是說 如果我記的話 因為上面那個Beku是想要的 所以我記法就是想要 然後就去做這件事 那當你很想要一件事 而你又去做的時候 必然是會達到摩摩 所以就會有這個必然性 摩摩的出現是必然的 這樣的技法去記這個文型 下一個就是 Beku Monai 前面也是跟動詞詞書形 Sulu的話 就可以轉做 Subeku Monai 或者Sulu Beku Monai 就表示否定 這裡很簡單 大家看到的Nai 就表示做不到 不可能的 因為是摩摩 不做都OK 因為不可能做到的 不可能做到的事 就不要浪費心機 不做都OK 這樣去用 但它是一個比較生眼的 文體的表達方式 比較少用的 例如這裡的例子 Taisei Ni Busei De Wa Katsu Beku Monai 寡不敵眾 這個意思 即是這個小數 一定不敵眾多數 是不可能成功的 不做都OK 這樣的用法 我們今天的溫酒 來到這裡 明天是中秋節 大家玩得開心些 來近兩天的公眾假期 我都會放假 所以暫時不會上傳這個影片 我們下星期一再努力溫習 另外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的朋友 就去我的IG 可能有時候會聊天 或者分享一些生活 放假也可能會更新的 所以就不要錯過我的IG 另外想找多些日本資訊的朋友 可以去Facebook 最重要 如果你想和我一起溫習 看多些 學多些日本 日文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再見 拜拜 當夢見 遠督 influences hyper